华裔房地产专业协会 英文叫Chinese American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简称KELPA 是少数族裔房地产主流社团之一 我们是由房地产专业协会的地产经纪人 投资专家 房屋相关的行业 包括银行、公正公司、产权公司等相关行业的人士成为会员 是为了提升专业人员的竞争力 及提升专业知识组成的协会 我们每个月都有举办专业的专题演讲的活动座谈 还有参加不同的地产博览会 这个协会是在1983年成立 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 我很荣幸在2020年担任会长 在那一年之内我们每个月都举办专题演讲 提升会员的专业知识 还参加不同地区的房屋博览会 还有主办有13个少数族裔的地产协会领袖高峰会 其中包括华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印度裔及美国非洲裔的协会 组成的地产高峰会 很荣幸在当年的5月中旬 我有荣幸能够组成一个30个人的会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 到台湾去参访台湾的房地产 那我们的30个会员是由住宅、商业、投资、管理 19家的不同公司、两岸三地的30位会员共同组成 极具代表性 我们参访了台湾的五都、还有桃园、六个县市 那在为期一周的参访 我们访问了商业和住宅的房屋 了解了台湾的当前房地产的现况 而且拜会了政府单位 了解五都的这个都市计划 开发的这个走向 另外我们也拜会了民间团体 包括全国商业不动产仲介协会 台北市不动产商业众业协会 交换协会之间的这个增进了解 交换资讯 对于会员与当地的会员的增进交流 扩大了他们的视野 那我们也参访了这个 拜会了海峡交流基金会 经济部的投资业务处 侨务委员会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星期之中 我们达到了下列四项成果 第一就是在台湾降低 在台湾这个两岸关系和缓 降低移赠税 移产税 赠余税 同时有国外的很多的海外侨胞都愿意回国来投资 自产那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 我们达到了签署了在短短的一周之内签署了三个建案达到四千五百亿台币的这个投资项目 同时另外还有后续的五千万到一亿的这个投资在陆续进展 而且有更多的投资人在跟我们参访会员 跟我们协会来探寻这个如何去投资台湾的房地产 其二增进了会员的视野 增加了会员对台湾跟美国两地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职业人员 他们的这个制度了解职业的差异 其次就是了解了台湾的这个房地产 协会的操作跟美国的房地产的操作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扩大会员的视野跟促进商机 由于会员的互相交流促进了商机 同时也提升了侨胞投资国内不动产的资讯与服务 那由于海外侨胞不断的对国内的投资有增加有要求 所以我们经过这次的探访增进了了解 也提升了我们对南加州侨胞对国内房地产投资讯息的这个提供 那纵观这次的参访达到了以上的四项成果 同时也由于ACFA这个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这个签署 使得更多的海外台商侨商 侨胞不断的回国投资 那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那由于台湾的这个特别是台北市的房价跟亚洲其他城市比较 上海北京香港日本东京还有一小段距离 因此在台湾在国际化之后 我们相信台湾的房价还是有增长的空间 如果要投资国内房地产 这还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在国内房价没有全面国际化 全面提升以前 投资国内这还是一个最佳的投资 谢谢大家